李林甫善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 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24年的年底 11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 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 牛仙克任公布上书 同中书门下三品 裴耀卿留下的势中职位空缺 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 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剑官训话 我们知道朝廷设立剑官 原本旨在提出不同意见 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 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 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至极 任武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 于是李林甫说 大家看见那些马可都是三品待遇 但如果乱叫一声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如今圣上英明盖世 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舍 要不要做帐马之名 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 此事真伪难辨 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 后人甚至说 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 腹中铸 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健的成语 可惜李林甫的同僚 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 都没有这样说过 因此同样可疑 毋庸质疑的是 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 此前宰相任职一半三年 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 唯独李林甫 任职十九年 独裁十六年 堪称空前绝后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 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 一是李林甫狡猾 二是唐玄宗糊涂 可惜这说不通 李林甫是否狡猾 另当别论 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 安史之乱史 已经成为太上皇 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 曾经与身边人 评点利刃宰相 数到李林甫时 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 此人的极贤度能 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 既然如此 陛下为什么用它那么久 利隆基默然 这一沉默 往往被理解为 玄宗自知理亏 或者证明 他在李林甫时代 已经变得昏庸 其实不然 因为这次谈话中 李林甫对宰相们的评论 都很精准 甚至对宋景 评价不高 他的原话是 那个人的耿直 不过是 孤明钓鱼的手段罢了 请问 头脑如此清楚 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 那就是 玄宗皇帝明明知道 李林甫极贤度能 也要用它 而且重用 正如他十分清楚 宋景 为免卖职以取名之嫌 也仍然要 唯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 玄宗不愧为民主 他知道 金无足斥 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 关键在于 用的是不是地方 是不是时候 执政之初 要用善于变通的摇虫 拨乱反正 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景 建设国家 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家珍 打造盛世 又要用文才斐然的张月 他这是因人而异 各取所长 那么 唐玄宗看上了 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 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 他知道什么该说 什么不该说 也知道该怎么说 在什么时候说 这往往被视为奸化 但如果换个角度 也可以说是 懂规矩 规矩 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 十分重要 懂不懂规矩 甚至也就是 有没有政治素质 而李林甫在这方面 简直具有天赋 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 在历任宰相中 李林甫最能读懂 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 比方说 他深刻理解 陛下关注边境战事 并不仅仅只是 浩大喜功和穷兵独武 更是出于 对整个国际环境的 通盘考虑 他当然也知道 强军必先复国 没有足够财政收入 作为坚强后盾 是打不赢战争的 因此 他全力支持 玄宗的决定 并付诸行动 没有一点书生气 但 他绝不胡来 这一点 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 既能体察 顺应皇帝的意志 又做得重规重举 合理合法 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 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 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 他比他的前任 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 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 由于他的改革 行政手续大为简化 执政成本大为降低 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 事实上 李林甫在执政期间 并非只是排除异己 更多的精力 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 他会同一批法学家 对帝国的法典 进行整理和修订 由此产生的开源心格和唐六典 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 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 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 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 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 开元25年 刑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 审理案件 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58人 由于杀器不重 囚犯减少 乌鸦竟在监狱外面 煮起了鸟巢 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 变得安静祥和 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 符合儒家的理想 李林甫和牛仙客 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 国公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 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 朝廷没有党争 人民安居乐业 市场一片繁荣 国库日益充盈 天宝八载二月 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 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 洋洋得意之情 竟是异于言表 太平盛世 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 更非一人之功 但大唐的极盛时期 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 难道仅仅是巧合 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 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 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 乘粮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 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 责任有间接的 也有直接的 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娇奢隐意 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 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 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 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 以韩族胡人转大将之人 这是重大变革 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 大唐本是混血王朝 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 号称藩将 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 这些藩将多半是贵族 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 他们也不是专任 只在众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 战争结束士兵留住战略要地 翻将则回京 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 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翻将 又军功显赫的边帅 按照大唐出将入巷的传统和惯例 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 进入中枢 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 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 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 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 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 由韩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 常任军事长官 他的理由是 文臣贪生怕死 贵族结党营私 都不能放心 胡人英勇善战 韩族孤立无援 相对安全可靠 当然 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 既然是常任 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 就同意了 这时 六十三岁的他 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 对于政治 实在打不起精神 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 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 都交给李林甫 自己去修身养性 却被高丽氏劝阻 只不过 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 高丽氏也不敢再妄议朝政 结果是 李林甫再次得逞 大家都没想到 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 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 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 也正是寒族胡人 当时李林甫关心的 只是如何巩固权势 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 跟心爱的女人 跑温泉 没错 这个女人 就是贵妃杨玉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